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剧扎堆而涌向视频网站有业内人士直言是因为羁压太严重播出平台转移的背后 使国产剧市场疯狂去库存的现实去统计 目前国产剧年产量超15000集 但最后能在电视台播出的只有9000集左右 产能严重过剩加上电视台审核日趋严格 比如对于越刮越猛的古装玄幻风相关部门已即出现古链 这些都导致台播难度急剧上升 本就宫大于求的国产剧 特别是烂剧更难见天日 毫不夸张地说 不少电视剧的杀情之日 就是其进入冷宫之时 为避免投资打水漂 许多电视剧放弃苦等多年的电视台 纷纷转身头往自救 不过广播就是鸡压剧的救命稻草呢 非也 整体而言 相较走量 国产剧的创作并不走行 市场看似繁荣 实则充斥着满满的套路 要么盲目追捧颜值 台词靠配音 特效评抠图 要么过度迷信 爱 屁 剧本内容这超一句 那脸一段 分分钟攒出注水雷剧 浮躁的创作生态之下 质量怎能再现 大量积压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那些积压剧集 即便转成网播 绝大多数也因质量欠佳 而英者寥寥 很多视频网站负责人直言 不会一直当员大头和街盘侠 以后购剧会加大质量审核力度 在版权协议方面 加入点击率等毛底条款 不难看出 转网并不能带来烂剧的春天 层出不穷的烂剧 拉低着观众期待 及整个行业的水准 有人调侃 看完新版流星花园 我欠郭静明一个道歉 看完新版 笑傲江湖 我欠女郑一个道歉 当烂剧屡屡突破下线 以至于稍有出色表现的剧目 都在同行的给力衬托下叫好叫做 被缝上掌声一片 当烂片成为常态 加作成为稀缺 那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国产电视剧 整体制作水平不断下滑 现象级电视剧越来越少 想要改变这一切 当务之急显然并非给烂片找出路 而是压缩产能 倒逼国产剧作提升质量 打磨精品 毕竟品质才是一个作品 无法撼动的生命线 优胜劣汰是时长贴力